如果从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个出场名单来看的话 陈旭和战线今天似乎都能够重新批挂上阵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林承和许新的第三局的比赛 平常联赛当中呢 这个男团的比赛也是实行五盘三胜制 那么在每一盘的比赛当中呢 就是每一场也是五局三胜 那么这一局比赛如果对于许新来说 能够继续按照前两局这样打的话 是不是可能在胜负的悬念上就不是太大了 从场上局面上看许新应该说是还是在控制着比赛的节奏 从这个他个人目前的状态上看呢 也是渐入加重的 虽然说许新呢这个年龄比凌晨还要小 所以是90年出生 但是从场上的这个两个人打球的风格来看 明显感觉许新现在更具大将之风 打起来更有霸气 今年许新呢是从这个上海队转会来到这个霸州队 对许新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过程 因为在上海队的时候呢有王力秦宰 对 他可能打一号主力的这种机会不多 也有 但是相对的可能这个少一些 但来到霸州以后呢 他使用每一场球他都可以担当一号主力的 他是肯定是队内的这个头号的男单 对 参往 参往重发 4比2 漂亮 揭发球的抢攻 这球是抢拉了许新的正手 是 参往 4比3 好球 4比4 反手拉的这一板也非常坚决 新临春采用在这个前三板当中的这一种争强 是 半出台球有机会他就发力强 4比5 对 只要有机会就强很凶 台内球的这个白短过程中呢也争取严密性 所以他会在这个前三板当中如果不占下风的话 他就能有一点机会 对 没错 这时候是凌晨叫了一个技术暂停 刚才那个时候 一看是一种广摆的白走的那种 刺激不辣 刺激不辣 那马之道觉得在这一局的后面的比赛当中作为凌晨的话 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或者说如果想拿下这一局比赛 甚至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所作为的话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他应该首先呢他注意他自己的应变 因为许昕的这名队员呢脑子比较聪明 他发现战术有所稍微不占优的时候他可能变化比较快 临场的变化比较快 发球的落点啊自己进攻的套路啊 所以这凌晨呢可能要跟上这种节奏甚至要 有一点超前 你像这一点 是吧 刚才在 许昕在回摆 现在马上他就转于你了 这时候凌晨的这种准备明显感觉不足 对 你看现在又开始变长球了 这个变化非常的多啊 包括落点上啊 包括这个路线上的变化 对 插网 插网重发 7比4 那作为纸板运动员呢 这种变化是最基本的一种这种素颜 特别像许昕目前来讲 这个从一个国家队对他的培养的要求上也是 目前许昕这种打法呢 应该说是从实力上 从正手连续拉的能力上 包括他这个上全球的能力上 反拉的能力上 还是有一定优势 对 但是呢 他的前三板目前来讲 就像刘士导话呢 现在还没达到像马林这种这种精确程度 是 所以说呢 在这个国际国际舞台上呢 许昕现在如果想站住 站住投球 站住这种主力位置上 他必须在前三板上 这种精细化上 精益球技 通过比赛中呢 他要磨练自己 那这个曼赵 像许昕今年20岁的这个年纪 他在技术风格上 或者说一些技术的细节上 他可以提高的空间 根据您的经验 还有 多大 就是到 基本上到什么时候 能够形成一个 非常成熟的一个运动员 因为许昕这名队员 现在就说 潜力非常大 但是呢 就是说从比赛 从比赛 他打过的一些比赛上看呢 像你刚才说的 他自己的技术风格 现在还没有 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的这个 就是说 精练出来 比如说 他的前三板技术 现在 还没达到这种 马林的这种 精疲势呢 他的这种 相持能力呢 他的防御能力呢 可能还没达到 王浩的这种状态 其实呢 这都是他的潜力所在 嗯 有赌棒 跟我这场球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许昕在 回短当中 还是有所进步 包括他发球的严密性上呢 也是有所提高 但是在严密的程度上 他还有旋转 落点的一个 一个要求 你看现在 他的发球 现在是比较短 比较低 但旋转 还不足 这都是纸板的 一种 为什么马林 他能够在 国内可能稍微的显得薄弱 但打国际比较 打这个外国的球员的时候 对 世界大赛当中 优势很明显 马林的优势 特别 就是在于他的前三板 特别精细 发球又短又转 还有变化 又有这种假动作 白短呢 可能又低又转 所以说 在为他的纸板 后面的抢功呢 都奠定了很多 很好的基础 这些东西呢 都是许青需要加强的 那应该说 他的这个 这么小的年纪 应该说 他上升的空间和时间 应该还有 不过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家的这个 不管是男拼还是女拼吧 人才济济 那么能够 留给你来提高的这个时间 应该说给你机会 但是你能不能把握住 这就看你客人的努力了 对 因为从今年世界比赛上看呢 许青在小组赛当中 也是可能上了两场还是三场 八进 十六进八的时候 许青也上场 那就是说 在从八进次之后 许青就没有上场 一名成功的运力 特别是像乒乓球这种难队 能打到绝对主力上 必须在这种 这种绝对的大赛 半决赛 甚至决赛当中 上场甚至得分 对 才会给你这种 这个逐步的丰满 自信心才会上去 好 这一局的比赛呢 现在比分非常接近十比九 是许青的发球 这同样也是他的盘点 那这样的话 十一比九 许青呢 在这一场 男团的比赛当中 第一盘是以三比零 三比零的局数 战胜了凌晨 那么也是为 狼房银行 八州海润俱乐部 拿到了 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